各位室友大家好 今天是文化能量学专题报告的第28奖 我们还是以这个文化与性状 宇宙无性能量的人文历史演绎这本书作为参考 来解读文化能量学的理论 今天说的是第三章 文化性状及文明性状的观念比较 中间的第二节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先说明一下 这个一分为二与合二是打了引号的 它不同于这个辩证法 这个对科广世界的认知的这个概念 而只是就是它字面意思的概念 所以打了引号 说明一下 先说第一点 我们人类所依存的时空界天地万物是来自真空界的能量 对吧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那么因为这个时空界它是跟真空界相对 它是一个有限性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人类生存在这个时空界中 它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在这个时空界中 我们人类所开发出来的智慧知识文化 它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就是它还是有一种有限性 它没有办法去推测 产生自己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天地万物 以及生命 以及文化 它的那个特征 那么产生这些东西的本体的那个原生的那个能量 到底是什么样一件东西 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东西 怎么去称谓它 目前看来呢 还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 对吧 不完全的了解 了解这样的东西 了解它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人类文化呢 一共建立了三大文明体系 对吧 就神学哲学科学 那么这三大体系中间 体系的形成呢 就是和这个能量的运动啊 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这个相对于这个这个能量的三大形态 这个能量的灵体形态和粒子的一体形态和物质的形体形态 所以这三大形态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修士体系 也就是说所谓神呢 就是人类的把那个能量形态的那个东西把它人格化成神来崇拜 形成了神学 对吧 那么这个先生神学呢 给了他对他的这个认识啊 就是认知 把它人格化成一种生命形象来认知 而且给了他一定的名称 那么这就形成信仰 所以不同的宗教神学对这个自己所信的这个神呢 他都有自己的名称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基督教你看他叫上帝 伊斯兰教叫安拉 这个印度教叫房天 对吧 古印度教叫房天 那说明整个这个对那个东西的认知啊 他是根据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没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这样的 那么哲学呢 就是这个能量转化为物质形态之中的那个形态 叫粒子状态 这个粒子状态呢 我们人类呢 其实这个粒子状态 它就是一个能量中间的那种能量子 它起到一种是能量的波平 把它探索 然后转化为可以看得见的那个粒子态和形体态 这样功能的一种粒子 前面我们讲了以太波有四个辐射层 对吧 热辐射层是靠胶子传递的 推动的 那么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电磁辐射层是靠光子 对吧 然后引力辐射层是靠引力子 优力辐射层是靠希克斯粒子 也就是上帝粒子 那么这几个粒子实际上它是一种能量子 这个能量子它把能量从波平状态转化为这个粒子台 转化为粒子台 那么所以说呢 所谓这个能量转化为物质的这个能量啊 这个能量子啊 由于我们人类对它的认知啊 竟有一个漫长的时间 所以把它认为呢 就相当于把它认作为是一种意识 也就是说把这个能量子人性化把它认作为意识来对待 所以早期的很多科学家去做研究 谈到了这个玻璃两相性怎么转化的 他们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人的意识存在 所以造成了这个波平探索成为粒子 这个转变是因为这个意识存在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他们这个转变的这个认知啊 实际上是把那个能量子人性化的 所以产生了人的意识 那么就形成了人的哲学 那么在这个哲学世界观赛 我们人类给它的名称也是大不相同 你看有很多无限 素 存在 低音 理念 太一 无字体 道 子 很多 对吧 那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我们人类对 在这个阶段 对那个能量这个概念和性质 给一直给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一个状态 等到能量它转变为粒子以后再进一步的演化 就成为可以看得见的物质 它的形态 那么物质形态呢 人类呢把这个物质形态啊 人本化 人本化 人本化把它人本化成波 因为这是人类已经 基本上的认知已经接近了这个能量的这个原生形态 所以 把这个东西已经 认知到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种能量波的作用 产生了形体 只不过是以人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认知它 所以人本化成什么 成波来去进行实质 这就是科学 对吧 所以在这个阶段 对那个东西的认知也是非常非常多 你看 最早的就是莱布利茨把这个东西认作为是一种以太波 给它它的名称 那个东西就叫以太 那么还有呢 后来的单子 电磁波 辐射波 量子场 量子灵机态 还有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所给它的称呼叫意识能 因为我认为它这个能量它是一个生命 它有意识 它创造天地万物不是我们目的的行为 所以把它叫做意识能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给了它这么多名称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能量转变为物质的这样一个过程 只不过我们人类对那个东西的认知啊 不是很明确 在不同的阶段上 对它认知不同 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称呼 其实它们是一个东西的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 这些所有的称呼啊 也都不能完全描述 那个最初原生能量的性质 还不能 刚才我们讲到 人类的文化有限性 对吧 不能认知 这个东西 到底怎么去对待它 认知它 称呼它 还不能 没有完全同意 德国早期的一个宗教哲学家 库萨拉里古拉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宇宙本体啊 他是没有办法去给它定名称的 所以 因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小到极小 大到极大 在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办法给它称呼 因为它变化很大 对吧 那么他就认为啊 他说我们只能用一来表示 那就是整个这个原生的这个东西 都是从一来的 也就是说 最本体的东西 我们把它称作一 这是它的意思 那么他认为那个东西呢 就是无限的 一就是无限的 对吧 他所理解的一 那么所谓的天地万物 由一产生嘛 那就是一分为二 一分为多 对吧 所谓天地万物所有的一切 就是什么 就是一的切开 一切 那么 最初的那个能量呢 它就是所有东西 天地万物 合二而一 归成 归有 归为一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能量呢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它必须需要 从一去进行分裂 产生多 产生天地万物 然后再从多 天地万物返回一 达到这个能量的 来循环往复运动 其实本质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 我们时空界就是 由那个能量 一 一分为二 产生 所以就只能是 这样来去理解它 对吧 真空界是一 时空界就是二 就是多 这样的关系嘛 那么在哲学上呢 认为这个能量 它是本体的 这个一 它是一个本体嘛 那么由这个本体的一 产生了天地万物 那么认作为 把这个一认作为 天地万物的来源 这个就叫做一元论 对吧 由一来的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能量呢 它不可见的是肯定的 对吧 看不见它 它是一种能量波嘛 对吧 那么由于它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把它 认知它为第一性呢 我们的认知啊 就超了物质 因为我们不认为物质 是第一性的 我们认为它是第一性的 所以这个思想 实际上就是超物质 超自然的一种 思维方式 对吧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把那个多 把一分裂出来的那个东西 把它作为 天地万物的来源 那么这种思想呢 那就是多元的 对吧 就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 天地万物有多种多样的性状 所以天地万物是第一性 天地万物就是多元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两者之间的不同的 这个世界观 对吧 而物质呢 它是可以看得见的 是吧 我们能看见物质 那么肯定这个物质第一性呢 那就会衍生什么 衍生出你的意识 就是这个反映在人的文化 这个 学术体系中间 就反映的 无论是神学 哲学科学都会反映出来 对吧 在神学中呢就是 呃 由哲学上的一元论 它就会产生一神论 在神学中间就是一神论 那么就会 在神学中间 它就会产生一神论 和这个多神论的对立 或者是说和一神论和泛神论 甚至是五神论的对立 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光 对吧 后面就是主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对吧 天地万物呢 它是形形色色的 对吧 有这个对立的性状 前面我们论真过 在我们时空界中间 所有的天地万物都有对立性状 物品有明暗 粒子有正方 矿物有正腹 植物有熊刺 动物有公母 人吗 有蓝女 对吧 甚至于我们人类的表达出来的意识 文化 它也有形状 所以我们说文化有阴阳两性 是这样的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家的那个太极八卦图 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太极图中间包括两仪啊 就是 能量产生了这个两 两元论 两元世界是由两元的互动 产生了 它是太极图中间反映这样一个性状 它认为这个是阴阳两性之间的相生相克相互相成 那么整个这个多元论呢 它就会 我们说天地产生一分为二以后产生天地万物 它是一个多 它不是二对吧 刚开始的 那么这个多元论呢 它是在一定的过程中间转成了两元论 然后呢 产生了这个一元论和两元论 原来和多元 天地万物是多 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对立 最后转变成一元论和这个多元论的对立 对吧 也就是从神学上讲究一元神和两元神的对立 最后是形成是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机体和意识的形态啊 它这个最后是形成两种对立的两性 对吧 就刚才讲的 为什么多元的会转成两元对立 原来这个天地万物是多嘛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这个时空界我们所生成的这个时空界 它是一个磁场性质 对吧 磁场这个性质呢 它是磁力线的电磁辐射运动 是从正到负这样循环 从正到负呢 它经过了不同的能量界面 那么在磁场中间 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 就是同性相识 同性相识 乙性相识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 从正到负的这个电子数不同的这样排列下来 相近的这样一个层面的这个畸性 它之间不能偶合 同性相识 对吧 只有到达了畸性到达一定对立的一定的状态下 它才能偶合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时空界所存在的这个性状 到最后它一定会演化成两种对立性状 这不是我们人为的这个能力所能预测的 实际上它是磁场的性质 天地万物 它是跟着这个磁性磁场的运动在生存的 所以它必然最后会演化人和资产一致的这样的形态 是这样的状态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所以不不仅是这个生物的机体 我们人的意识最后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立的性状特征 第二点 法国的哲学家蒂卡尔先生呢 他提出过一个两元论 他认为这个宇宙统一本源 这个形而上的一元论 这个一元论是有形而上特征的 对吧 他说你这个一元论啊 他不能呈现宇宙对立的两元本体性质 这是他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世界它不是一元的 应该是两元的 就是从真空界的能量 它本身就存在着两种渠道 从物质到物质 从精神到精神 本身 真空界它有这种物质和精神的 本体共存的现象 这是他的观点啊 他们两者之间呢 各具学理界限独立运动 互相不规定 所以他认为 他这个两元论就是 由真空界开始 演化成时空界的这个天理万物 它本身就是两元论 这是他的观点 那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说 有一元一元的这个能量 演化成这个分裂 演化成多 再从多 演化成两元 他的思想跟这个是完全两回事啊 我们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它的 它就是两元平行运动的存在 从能量真空界一直到时空界 都是两元在运动 形成 它是这样一个思想 这个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由一元分裂 演化成天地万物的多这个性质 再从多 经过磁场的运动 形成最后 剩下的两个对立性质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要仔细看 仔细想一下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本身就存在的两元性质 一个是一元产生的两元以后 形成的多元 演化成的两元 这是完全不同的啊 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但是呢 这个迪卡尔的这个两元论啊 其实它也不真的不符合真空界的性质 前面我们都讲过 真空界的性质是无限 无形无性无量 时空界才是有限有形 有性有量 对吧 它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说你在真空界中间 本身就出现了二这个概念 两个极 那这不符合不符合这个真空界性质 因为真空界它就是一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原生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一 它不可能出现数量级的差异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迪卡尔这个两元呢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对吧 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界 时空界是具有两元特征的 它不在这个真空界 是这样的 它是这个概念和这个证据 这个理论是违背的 悖论 相悖的 但是呢 它的这样一个思想啊 它是肯定超物质本体存在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和一元论分裂造成的这个天地万物的多 在演化成这个两元的这个测证 性状的测证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本体就是两元 所以它和那个两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是借用了时空界的两元性质 来论述真空界的性质 实际上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它这个东西呢 是有问题 应该这样讲 但是呢 那它这个两元啊 它一所它去解证它自己的这个数学上的研究 结果呢 就把这个数学上的形式逻辑啊 和几何功力啊 它们都有这个两元性质 是有两元性质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对称性嘛 它就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了数学上的对称性逻辑关系 那最后叫外达正着 那创立了这个这个 这个帮助它创立了这个数学上的这个极其极合法则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数学它是最接近 它是能量派生出来的这个性质 人类最早关注的一个学术方程 对吧 数学以后才出现了物理现象 物理现象最后出现了这个化学现象 化学这个是生物现象 这整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能量运动 从能量形态到物质形态这样的过程 我们人的知识也是跟着这个东西在运动的 其实反映出这样的现象 对吧 这是迪卡尔的情况 第三点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 它有一个情节大家都知道 就是上帝呢 他创造了亚当 然后再创造了夏娃 然后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 叮嘱他们不要吃中间的 其他的树果是可以吃 就中间有一棵树不能吃 那棵树吃了以后呢 会有这个具备这个分辨能力 判断能力 也就是对美丑上的真假 有个明确判断能力 是这样的 但是呢 他们没有抵抑住撒旦的诱惑 就蛇的诱惑了 然后就还是吃了这个果树的果子 那么吃了以后呢 他们就具备了这个叫做判断是非的这个能力 对吧 就去掉了这个蒙昧的这个意识 然后呢 因为这件事呢 他遭到了这个上帝的惩罚 然后最后把他赶出意愿 对吧 其实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是一个文化象征的隐喻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果 吃果它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能量的分裂 就是一的分裂 实际上就一的分裂以后 人从这个一分裂出来以后 他就具备了一种人性的色彩 也就是说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 分离出来以后 他对自然界的认知会更加的准确 也就是具备了判断能力 如果说人和物在一个水准线上 所以你去判断那个对象的时候 你是他的性质是不容易判断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只能把对象 当作这个物的这个层次来认知 只有人和这个自然分离了分裂了 然后人才来认知充分的认知自然 就是这样的关系 那么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反映了这个 因为圣经它是西方人的这个文献 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方人的这个个性啊 性人性啊它具有这种分裂车针 因为它能量很高 它具有分裂车针 然后具有了分裂车针以后 它首先产生人对世界的这种认知观 对吧这些这些世界观 那么这种过程其实是很自然的 那么圣经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认作为 人的一种罪呢 其实我们人这样演化人性是一分为二是必然的 也就是从自然中间从原神那样演化出来是必然的 那么上帝把这个圣经把这个过程把它认作为是人的一种罪 它世界上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罪 人为什么有原罪人为什么会死亡 它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了这个上帝的话 其实圣经的目的它是一种教义 它是通过这样的描述来使广大的信众来信仰 这个更加加强它的这个信仰 其实是这个目的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人性一分为二的发展是必然的 所以反过来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这个撒旦本身也是神造的 神的儿子 撒旦也是一个叫做圣灵 是这个这个天天天天天天天子 对吧 他也是神的神的派生出来的 所以他也具有这个神性 对吧 那么撒旦让人去这个一分为二 去提高了自己的认知 实际上是人的演化的一种必然规律 而圣经的这种说法 只是从宗教的这个这个角度 来让它的教义 来使人们能接受它的这个宗教的角度 来回答人为什么会有罪 为什么会有死的原因 其实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这个人从自然中间分离了以后 开始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人会思考了 人可以具备智力了 去可以接受这个器官成熟了 可以接受文化智力了 对吧 就相当于呢打开了一个黑色的夹子 我们说黑夹子打开了 潘多拉的夹子 那么打开了以后出现什么现象 就是所有的里面的东西 不管什么好的坏的 流鬼神神 受性的东西 恶性的东西全部出来了 当然也有这种理性的东西 就是神性的东西也有 对吧 也就是说人分离了以后 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那么这表现出这个生命的基因呢 实际上就是从无性状态到有性状态的一种演化的必然性 实际上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 为什么人性要一定会一分为二 分离这样的原因 那么时空界呢 这个从这个真空界无性的状态到时空界的这样一种演化的变然性 对吧 精神上也是这样 精神的原因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那么对于东方呢 社会呢 它是没有这个像圣经这样的一种描述 也没有这个上帝这个神存在 也没有撒旦 对吧 那么当然也没有这个黑匣子 没有打开 对吧 也没有这个流鬼神神出来捣乱 应该是这样一种描述吧 也就是没有超越自然的 人性和和它所异存的这个自然啊 结合的比较紧 它没有分离 没有完全分离 所以对没有完全分离就出现了什么呀 就是它没有超越自然的超自然的理性精神 缺少这个理性的东西 缺少超自然的认知 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的离开那个和自然同一的这样一种蒙昧状态 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现象呢 在这个医学院里面 医学里面 在这个医院里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它就相当于人的一个器官啊 始终保持在一种阴性状态 所谓阴性状态呢 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也就是没有活动性的状态 对吧 那么所谓如果说你的器官 你检查出来 你的器官上给你后面盖了一个帐 上面是写了一个阳性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对器官有点问题了 其实呢 它的主要概念是指这个器官啊 具备了活动性 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你活动性强烈后就会分裂 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呢 但是呢 器官上出现阳性 一般它带来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阳性变异啊 叫做病灶 对吧 就是说器官有问题了 就会出现阳性的现象 病灶现象 那么这是机体上的这个这个现象啊 那么由于这样的原因 东方社会呢 保持在阴性的状态 没有大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成成 所以呢 它这个机体的演化是比较比较缓慢 缓慢的 对 那么人的 人性的精神意识呢 它这种分裂特征 就对自然的这种认知特征 也就是 比较混沌的 不是很清晰的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说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就好像人和自然 天人合一 这样的关系 那么这就造成人的意识呢 它停留在一个可以捕捉 只能捕捉 那个形态的 这个感性直观的这个阶段 也就是不具备 我们刚才讲的美丑 善恶 真假的这种判断力 这样 只能讲这个物质 当成世界的本源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比较强调什么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没有分裂之前的那种 人和自然统一的状态 也就是人性 未有未经分裂的 之前的那种状态 它并不是我们后面说 讲的三段式以后 所产生的人和自然的 这个统一的这种需求 要愿望 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美国有一个汉学家 叫摩弗里 他呢 讲过一段话 他说 真正中国宇宙起源论 是一种有机性的程序 是一种有机性程序 整个宇宙呢 它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所有的部分 以参与者的这个身份 在一个自发自身的生命程序中 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 他描述了中国的 所谓的这个宇宙起源论 它就是一个整体 刚才我们讲的就相当于 这个整体啊 它没有分 没有一分为二 它是合二而一的一个整体 其实它表达的是这样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表达的是对的 对吧 但是呢 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遗憾是什么 就是合二而一啊 它这个整体啊 它是没有经过分裂之后的整体 它如果是经过了分裂之后人性的这个整体 去要求人和自然的高度从业 那这个整体是非常厉害的整体了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传统的思维方式中间啊 它这个对于一些两个对立的性状之间的这个区别界限啊 它它是很含混的不明确的 也就是说它具有这种潜意识状态啊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上恶这一对矛盾上和恶对立的对吧 观念上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说啊 我们应该弃恶扬上对吧 但是对立性状呢 它是能量分裂以后的必然现象 你不可能说我人性分裂以后 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分裂以后它必然有性状的对立 这就是人性分裂的一个特征 你不可能二选一 所以传统文化认为这个分裂以后啊 这个分裂和对人来说 作为人来说是反而不利 它的观点 那么你分裂出来的上和恶两个概念 那个上啊它不是真上 传统文化认为它不是真上 而没有分裂之前的那个状态 才是真上 它是这样讲为的 所以那个上啊 在没有分裂之前 它把它叫至上 古时候有个称呼叫齿 所谓知齿而后勇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知道了这个齿 就是上和没有分之前的齿 你就下面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事了 怎么去做这个 你怎么行动了 对吧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他们把这个齿 在人性分裂之前的那个状态 推崇的非常非常高 就是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 所以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西方文化和中文化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 人家是分裂的 那就有缘 就有罪啊 有罪出来了 有缘罪啊 我们呢 叫缘耻 我们没有罪 我们没有分裂 对吧 所以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意识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对吧 在我们中国的文字中间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词 中间都有这个性状未分之前的这样一种表达 比如说最明显的 眉仇之前有雍 中雍啊 是非之前呢 有魅 这个蒙魅 对吧 情理之前有物啊 物性啊 讲究这个物性啊 道气之前有像啊 大象物性啊 对吧 所以我们中国的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 都把这个人性没有分裂之前那个状态 退退为这个至高不善的这种状态 思想 是这样的东西 那中国早 最早期的历史文献 周易 对吧 中间 中间就体现出来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思想 所以 一直到现在 仍然是这样子 所以造成中国古代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哲学世界观啊 就处在一种文哲不分 文史不分 学用不分 这样一种心学状态 就是感知的状态 不是通过这个思维判断力的得到的一种状态 对吧 所以中国的这个 传统的哲学啊 还包括后来的佛学啊 他这些研究啊 他就和这个历史啊和文学啊和政治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些范畴啊 他没有办法分解 总是裹在一起 不清晰 是这样的 我们中医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我们的国粹精髓 对吧 但是中医它的最大的特点 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整体啊 荷尔医的这样整体视觉观 那么在这个整体视觉观下 它对一些具体的病来说 这它是非常啊 非常有作用啊 有的时候比这个西医 这个作用还要强 对吧 但是问题是 呃 你这个 用你的这个方法啊 你说用经络方法 用针灸方法 所有东西能 呃通过这个局部的认知 去能治疗整体各方面 这个方法啊 这个作用 你能做到 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疗效啊 以及你用药的药理说清楚 说不清楚 所以你作用也不清楚 然后参数也参数不清楚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医呢 就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呢 就是它以中医来来看病 行医 它往往要借用这个西医的工具 借用西医的这个阅理 这个药理 去这个去解释它的这个病情 病病病病状 所以就变成了这两种 它必须要借用人家的东西来达到自己 其实它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系统 关联这个思维方式啊 其实对病是有作用的 但是说不清楚 就说到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 我们传统的这个 荷尔一的这个整体观啊 它还不是这个 在人的思想 一直一分为二以后 形成的这一观 它是在这一分为二 人性一分为二之前的 那个整体观 是这样的 所以它强调 有机关联这个系统性 这种思想 它是一种横向 人的意识 思维的横向联系 而西方的那个一分为二呢 它是一种 纵向的知识 意识 它也就是强调这个 因果还原这个关系 互相之间 有因有果的产生关系 跟这个系统关系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它反映出来这个 呃 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 呃 赫尔一的这样一个整体观 它实际上反映了什么 它反映了人性分裂以后的 这样一种价值 其实我们 要认清楚这一点 其实呢 这个东方的这个圣贤啊 它并非是看不到这个两性分裂的这样一个特征存在 它看得到的 它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分裂出来的那个恶的一面 所以它宁愿见到这个分裂呢 没有发生 所以呢 这个意识呢 它就始终处在一个性状 没有这个性状对立的一个状态 啊 其实这样一个思想意识啊 说到底啊 它是一种心态啊 它不希望处立一个对立面 也就是说 它这种意识 它不希望有对手 在挑战自己的意识 它宁愿处在一个混沌未化的状态中间 来平复自己 具备了这种对立面的这样一个现象的一种恐惧状态 它不能不想面对这样的恐惧 所以满足这样的一种心灵的 用这种方法来满足心灵的慰藉 实际上这个体现了 这个人的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啊 它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 对吧 所以传统文化它就比较推崇这个包容啊 和谐啊 对吧 也就是我们讲的和而而一的一种整体的 这种无性反制的一种特征 没有经过分裂 分裂出两种对立形状的这个特征 是这样的一个片 第四点 这个古罗马的一个神学家叫俄瑞基斯 他有一句名言讲得很好 他说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多就有分裂 哪里为德行所惧哪里就有统一 对吧 这个讲的非常非常准 前面这种就很明显是西方式的 他前者他就是一分为二 就是因为人性这个能量高 这个形成代谢快 那么最后结果就是罪恶之身啊 喜悠参半 但是你不能说他他没有德 他没有德 他是有德 这个德呢要经过他的神性的 对这个罪恶的抑制作用 最后产生了什么 社会的契约的这个功德 他会产生 但是就是在后来产生 那么合而一呢 他这个代谢慢嘛 对吧 他人性没有分裂嘛 最后结果就是折上而行 他意识折上而行 随于而安 他比较平和嘛 对吧 但是呢你不能说他这个德行里面没有罪 他也有罪 他只不过这种罪呢 被他的德行所掩盖 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呢 这种没有表现出来的状态呢 表面上我们看到有德行 也就是说人有私德 有私德 但是呢缺功德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人性分裂 你没有用那个神的那个力量去改造人性的罪恶 所以你不具备这个社会功德的建立 是这样的 两种不同的这个道德观 对吧 那么这就反映了这个时空界环境 对人的一种影响 人啊 实际上是在被动接受这个能量运动的作用 产生的这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思维意识 现在很多地区啊 这个都在国家啊 都使用的是叫民主宪政体制 国民程度发展指数比较高 大家都在赞美 但是很少明确或者有人跟大家解释啊 这个制度啊 其实是由恶转化而来的 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了恶 人性分裂以后 他就不甘于被这个 他说这个这个社会需要这个统治者 他需要政府嘛 他不甘于被统治者这个所如意 所以统治者如果有私心 你表现出来的他自己的统治者也是人啊 他表现出来恶以后 那么老百姓就会反对他 那么就会产生恶与恶之间的斗争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统治者或者是政府 他必须制定的所有制度政策 要满足大多数人的意志 那么这就是最后形成的就是什么 就是民族自由契约显正的社会体制 这就是这个东西的来源 对吧 你没有这样一个分裂 你是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体制的 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也就是用这个神性啊 来抑制做受信 所以这个西方社会的人的这个这个恶性很强 原罪很强 但是呢 这个社会没有夸他正常再延续下去 其实原因就在就在这里 是这样的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荷尔印呢 他是弃恶扬善的 对吧 他拒绝人性分裂 那他会避免战时的冲突 不错 但是这个无性反制 他是一样化葫芦 他永远是这个样 那人与自然没有分 对吧 看不清 人看不清自己和对象的区别 啊 没有这种超自然的这种意识 那么 他就不可能去建立 去建立一个信仰 那只能说 只能是 以这个人的这样一个层次 把人和物相等 建立一个人性伦理 去指导社会行为 而不能像这个前者 他可以用超越神的 超越人的这个神性 来控制 控制人类的行为 他就达不到这里 所以这个状态下的人 的演化呢 他就会体现出一种 要庸俗进化 对吧 他始终是 把这个 罪恶的这个东西 包裹在一种德行之下 来延续自身 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关系 好 最后第五 当然了 一分为二 他是 体现为一种代次的 这个 分裂的比较强烈 对吧 能量高嘛 形成的意识 除了这个 对立矛盾 这样一个特征以外 他也容易产生一些 局部 集结世界观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是一种 纵向知识 纵向知识 它是因果关系的 他不大注重 这个横向的 这个系统 关联这个 联系 所以而何而易呢 他就 有这样一个特点 他比较注重整体性 这是 他的一个优点 对吧 没有 这个 没有这个 对立的对手波异 处于比较融合 协调状态 这样 体现出一种 整体的有机世界观 但是呢 分裂啊 他不是 不是人的主动追求 所以 这实际上 源自这个能量的 激素水平的 这个 大小的问题 对吧 代谢快 但是他也寿命短 这前面我们讲过 对吧 荷尔因呢 他反而是 激素水平比较低 能量小 代谢慢 所以他的寿命比较长 所以他也有 各自的优点 各自的 长处 但是呢 两者 其实我们实际上 仔细想 他就是能量运动的 一个现象 整个能量的运动 体现时空界的生命 及人的意识和文化演化的这种模式 它是一种必然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呢 就是无论生命机体 意识文化性状的这个分裂 它是生命机体 这个人性演化的一种必要的过程 它是一个没有办法 回避的过程 它就是时空界 它必须要有这种 性状的对立 对立 那么今天人性 我们说 信仰啊 需要合二而一 可以反归能量本体进行更新 再造 我们需要跟着能量的运动 那么那个最终目标 一定不是 绝非是这个人性 相没有 还没有一分为二 之前的那个美丑不分的 庸 上额不至的齿 真假不变的 魅的状态 一定不是这个状态 而是走向更高级的 一个人性的演化状态 应该是这样一个关系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